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加拿大就中国干预选举启动公开调查 举行首场听证会 布林肯称7月最雄心勃勃的北约峰会 将聚焦来自俄中的新挑战 港版国安法后变本加厉 香港启动第23条立法程序 前苹果社长张建宏称按黎智英指令行事 前苹果社长张建宏指离之音下边才指令 请大家收看 加拿大就中国干预选举启动公开调查 举行首场听证会 美国之音中文网 加拿大针对中国干预选举的指控 自本周1月29日开始举行为期五天的公开听证会 法官玛丽、乔西、霍格、Marie-José-Hogue 承诺揭露真相 解决这些非常严重的指控 为了确定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 干预了加拿大最近的两次选举 以及联邦政府内部如何因应相关信息 沃泰华组建了调查外国干涉委员会 魁北克上诉法院法官玛丽、乔西、霍格担任负责人 外国干涉我们的民主制度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霍格在开场白中说 霍格说 我们的团队将竭尽全力调查 厘清加拿大目前的处境 以及未来在外国干涉方面可能面临的情况 霍格表示 委员会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与公众分享真相 但这承诺恐怕执行不易 委员会法律顾问周一指出 调查必须尊重保护加拿大国家安全利益的法律 尤其是涉及绝密文件和消息来源时 霍格和他的团队获准查看机密信息 但无权向公众解密 委员会本周将听取加拿大公共安全、民主制度和内政部长多米尼克 勒布朗·Dominic Blank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局长戴维 维尼奥特·David Vigno 通信安全机构CSE信号情报局副局长 阿利亚·塔耶布·奥利亚提耶布等人的意见 加拿大驻华大使詹妮弗 May Jennifer May说 举行这场听证会肯定会令北京感到不快 但这是民主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是梳理加拿大与这个世界大国关系的重要步骤 加拿大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去年2月援引机密文件报道称 中国企图干预甚至破坏加拿大的民主程序 包括试图恐吓议员和进行秘密捐款等 且制定针对加拿大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 和华裔加拿大人等施加影响的广泛战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 领导的自由党少数派政府 最初不愿意照保守党的要求公开调查 并指派一位前总督进行调查 但其发表的简短报告备受批评 之后 特鲁多遭受来自各派别的巨大压力 最终宣布进行公开调查 加拿大去年5月 一亿人被威胁事件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 家中关系跌至新低 北京称这些指控毫无事实根据 作为回应 中国也驱逐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戴伊 圣雅克·戴森·佛克认为政府行动过于缓慢 这对政府不利 他应该更快地采取行动 这关系到我们的民主和对我们价值观的保护 你不能允许外国势力干涉 圣雅克告诉法新社 圣雅克说 除了审视干涉本身和所用方法的细节外 此次调查有望让政府的反应更加清晰 引发丑闻的秘密 文件可能是情报官员对特鲁多政府缺乏迅速行动之不满的结果 他补充道 委员会3月将举行第二轮听证会 除了调查中国干预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联邦选举情形 也将调查俄罗斯和印度是否干预 委员会被要求于5月3日提交一份临时报告 并于年底提交最终报告 加拿大将于2025年10月举行下一次联邦选举 这项针对外国干预的调查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就打击外国干涉提出建议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布林肯称7月最雄心勃勃的北约峰会将聚焦来自俄中的新挑战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安特尼·布林肯 周一1月29日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北约秘书长 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安斯·多登伯 布林肯表示 7月举行北约峰会将是冷战后最雄心勃勃的一届峰会 将聚焦于如何应对新挑战 布林肯在会中表示 北约正带着紧迫感前进 不仅具有共同目标的一致性 而且具有行动的一致性 他说 芬兰加入北约和瑞典的即将加入 表明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 仍然敞开着 包括对乌克兰也是如此 乌克兰将成为北约的成员 布林肯说 7月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75周年峰会 是一场历史性的峰会 将迎来重要转折点 布林肯表示 我认为 这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峰会 展示北约对新挑战和新威胁的适应 无论是来自俄罗斯还是来自中国 或是在网络领域恐怖主义方面的不同方式的威胁 他说 北约是一个正以新的方式和更强大的方式团结起来的联盟 以确保更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中表示 在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上 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增强北约的实力 加大国防投资 并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 斯托尔滕贝格认为在这竞争日益激烈的年代 北约使美国和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安全 他说 通过北约 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朋友和盟友 我们共同构成了世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50% 他补充道 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像北约那样的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试图破坏我们的团结 斯托尔滕贝格周一也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诺ロイド・J.奥斯坦三会面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两人都强调了维持联盟团结的重要性 并讨论了对联盟的持续支持 双方都指出 迅速增加国防生产的至关重要 以继续支持乌克兰 补充盟军的弹药和装备库存 以及满足在维尔纽斯峰会 Leonious Summit上通过的国防计划增加需求 两人也重申支持瑞典申请加入联盟 并期待匈牙利完成批准程序 斯托尔滕贝格周二将会见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游说美国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他此前及与布林肯会面时都谈及 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乌克兰得逞将使其他威权国家更加胆大妄为 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他说今天是乌克兰 明天可能是台湾 港版国安法后变本加厉 香港启动第23条立法程序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政府周二1月30日宣布正式展开 为期一个月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 特首李家超表示 他希望尽快通过新的国家安全立法 将一直缠绕香港26年的问题画上句号 以尽早全身贯注拼经济 拼发展 商界人士 外交官和学者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他们认为 针对间谍活动 国家机密和外国影响力的新法律 可能对这个全球金融中心产生深远影响 立法咨询期自1月30日正式展开 至2月28日完结 李家超在记者会表示 一份咨询文件将于周二晚些时候发布 政府会向外国领事及商会举办多场讲解 希望尽快完成立法 我们不能再等了 李家超说 李家超表示 基本法23条立法是必须做 而且要尽快做 这是香港未履行的限制责任 他说 香港经历2019年港版颜色革命以来 大家都明白 国家安全风险是严重和真实 加上地缘政治日益复杂 因此必须尽快修补这块短板 李家超说 虽然我们整个社会看起来很平静 也很安全 但我们仍然必须提防潜在的破坏 以及试图制造麻烦的暗流 李家超称 一些外国特工可能仍然在香港活跃活动 李家超还称 立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 自由 立法方式方面 政府建议定立一条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综合考虑现实法律 实际情况 及大量外国相关法律 以全力应对 现在或未来可能的国家安全风险 去年 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向美国之音透露 李家超打算在立法会2024年7月休会前完成有关立法工作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一步说 新增条文包括防止透过电脑或电子系统危害国安行为 并会定立境外干预罪 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势力干预国家或者特区事务 以及损害中央或特区与任何外国的关系的行为 另一件意禁止政治性团体与外国或台湾的政治性组织联系 邓炳强称 条文也包括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 叛国罪 煽祸叛变及离叛等罪行 香港基本法规定 香港必须自行立法禁止包括叛国分裂国家等七类危害国安行为 港府曾于2002年启动立法程序 推出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但引起2003年七一游行50万人上街抗议 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搁置草案重申没有立法时间表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 中国全国人大2020年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 规广了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香港法律学者表示 新立法可能会比2020年港版国安法或港一时代法律更为强化 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爱文 Simon Young表示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他会在现有法律模糊的地方划出红线 特别是在定义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方面 该立法预计还将针对煽动叛乱进行更严厉的处罚 目前法律可判处两年徒刑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前苹果社长张建宏称按黎智英指令行事 德国之声 前苹果社长张建宏指黎智英下边才指令 德国之声 Neuralink晶片 首度植入人脑 马斯克称 前景可期 RFI法广 这家由马斯克与2016年共同创立的神经技术公司 目标在建立大脑与电脑间的直接沟通管道 这家公司的愿景是增强人类能力 治疗机萎缩性脊髓测索硬化症 ALS或巴金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等神经系统疾病 未来也可能让人类与人工智慧AA的共生关系实现 Neuralink的技术主要将是透过名为Lint的植入物发挥作用 这种装置约是五枚硬币堆叠起来的大小 透过侵入性手术植入人脑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去年批准进行Neuralink首次将晶片植入大脑的人体试验 公司随后与9月招募患者参与试验 马斯克今天发文说 初步结果显示神经元脉冲检测前景大有可为 Neuralink的Prime研究是针对无线脑机界面的试验 目的是评估植入物与手术机器人的安全性 根据公司官网说法 这项研究将评估脑机界面功能 这种界面能让四肢麻痹或瘫痪的人用意念来控制装置 南韩 北韩再次发射多枚寻翼飞弹 RFI法广 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发布声明表示 南韩军方于上午7时台湾时间上午6时左右 侦测到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枚不明寻翼飞弹 声明表示 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进行分析 世卫 全球近半人口受惠于反式脂肪严格限制 RFI法广 法新社报道 有证据显示 工业制脂肪酸每年导致50万人过早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呼吁 全球各国应在2023年之前消除食品中的工业制脂肪酸 但目标并未如期达成 已推迟至2025年 这种固化油会堵塞心脏附近的动脉 经常用于包装食品 烘焙食物 烹调用油和人造奶油等魔降中 食品制造商采用反式脂肪 是因为这种物质保存期限较长 也比其他一些替代物更廉价 2018年 仅有11国针对这项有害物质实施最佳实践政策 合计占全球人口的6% 如今已有53国实施 占世界人口的46%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每年约有18万3千人因此获救 消除反式脂肪的最佳实践 一指国家强行限制所有食品中 每100公克总脂肪量 最多只能含2公克工业制反式脂肪 或国家禁止生产或使用部分氢化油 及反式脂肪的主要来源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 Teros Atenam Gobreyesu 今天在世卫 涉与日内瓦的总部 颁发世卫首张证书 给丹奈 立陶宛 波兰 沙乌地阿拉伯 和泰国 证明这些国家在消除工业制反式脂肪酸方面取得进展 获得认证的国家 必须每三年提交执行情况的最新资料 认证才持续有效 2023年 有7个国家执行最佳实践政策 包括埃及 墨西哥 摩尔多瓦 奈及利亚 北马其顿 菲律宾和乌克兰 谭德塞说 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国家执行这些政策 禁止或限制食品含反式脂肪 译者 吉锦玲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